我等你很久了 我夸下的猛兽象征力量 圆灯的眼睛驱赶灾祸 头上的鱼冠象征权力 我从五千多年前的太后流域而来 当时这里的人类在湖沼平原的高地上建设家园 你们称他为梁柱 我梁柱人崇拜的图腾 见证了这片王国的兴盛与衰亡 梁柱的清晨 太阳的光辉最先触及的是王城的最高点 祭坛 在方太中央 站立着一个头戴王冠 手持育悦的人 他就是梁柱王 梁柱王不但拥有着整个王国制高 梁柱王不但拥有最高的权力 也是我在人间的化身 他吟唱着咒语 祈求我保佑他们的家园 最初的梁柱 时常受到暴雨和山红的侵袭 智慧的梁柱人精心勘察 一具山川地里 累住起十余条蓝红水坝 形成了同时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 挖掘疏通河道 运来数千万立方米的土石 行住起高约四米 最宽大一百五十多米 长六千余米的城墙 将城市划出不同的区域 在王城的中心 梁柱人堆住起一座十几米高的台积 运来巨木 建起宫殿 三百多万平方米的那一城 最繁荣时有两万余人生活在这里 人们一一合二聚 形成了五千多年前的江南水乡 梁柱人种植一种名叫稻的粮食 巨大的粮仓 可以储存几十万金的稻穀 它们烧之淘气 并在上面创造出漂亮而神秘的符号 梁柱的玉器是我真正的欺身之所 整个王国最心灵手巧的卓裕匠人 用高硬度的碎石工具 刻画出比头发还要细的线条 勾勒出我的身体 这独特的造型 或许是梁柱人对环宇的想象 也是对天原地方最原始的认识 在清理千年繁荣之后 河口的泥沙随潮水道观 淹没了这座城市 梁柱人不知所踪 不过你们后来也发现了 从陵南到中原再到巴蜀 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 它带有梁柱文明特征的器物 证明它们曾存在的交流和影响 重建天日的梁柱遗址 成为了时政中华五千年文明时的圣地 未来关于梁柱更多的秘密 就请你来讲述吧